這個時候還是在進行 這個防疫的工作 所以很多人都不輕易的出門了 對不對 在家裡難免 就吃吃喝喝睡覺 然後身材就很容易變形了 今天我們就跟著一個 非常熱心的地方媽媽 去關心這一些弱勢的婦女 我們來看看 Let's go 歡迎收看女人美得很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芳瑜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保持社交距離 一公尺以上 然後呢 盡量不要爬爬燥 要盡量的待在家裡好不好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待在家裡 是不是只會吃吃吃 只會追劇追劇追劇 是不是這樣的日子過久了 妳有發現妳越來越鬆懈 妳的身材越來越走樣子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直擊這一位女星 偷偷告訴大家 我認識她的時候呢 她的肚子是六塊雞的冰塊 但是有沒有可能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每天宅在家裡 她已經變成 從冰塊變成大肚男呢 今天就要來確認一下 不要亂講... 等一下... 我沒有準備 請問... 等一下... 等一下... 妳是誰啊 我... 我已經後來找的是小Call 妳是哪位 不行... 我們沒有準備 我們沒有準備 妳等我一下 我去...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就是妳沒有準備 我們才要給觀眾朋友看到 第一首的小Call 不是 我是... 妳知道我是性感女性嗎 不是 好 要給我五分鐘 不要... 就換個衣服 等一下... 我好了 這個腿... 這個腿... 這個髮... 這個胸... 這才是我平常在家裡的樣子 所以剛剛那個人到底是誰啊 我們家的傭人叫Call Call 你們家Call Call啊 對 所以現在才是小Call本尊 是 現在是我本尊 而且我平常在家都會這樣穿 好啦 姐妹這麼久了 跟你講我的秘密武器在這兒啦 什麼... 這個夜街穿的美胸衣 這個我知道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在節目上面 Karen老師其實有介紹她給我穿 對 妳知道我穿上去 不但我的婦孺啊 然後我的胸部啊 全部集中脫高 重點是她睡覺可以穿對不對 怎樣 那妳怎麼不把它穿出來 真的是妳的損失耶 我不曉得 妳今天要怎麼比妳有像這個 對啊 我跟妳講 早上我就拿出來穿了啦 對啊 妳要拿出來 對啊 我跟妳講 她不是只有晚上可以穿 真的假的 對 她白天其實也可以穿 而且穿起來非常舒服 妳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個 彈力網 對啊 就是好舒服 好像有穿跟沒穿一樣 是 重點是 因為她這個彈力網 它其實滿大一片的 對 所以它可以整個包覆我的墜肉 還有多餘的肉肉 還有婦孺 對 整個都是集中脫高 重點是它前面還有 三三十的排口 就是厲害 因為妳不管在什麼樣子的場合 妳可以隨著妳自己的心情 對 看妳要緊一點 或者是放鬆一點 妳看我這樣穿完之後 我不管怎麼動有沒有 對 因為妳都 它都不會跑掉 一般是妳這樣動... 對 突然妳的屁屁點 可能就跑出來 跳出來了 對... 就是要去喬一下 但是妳穿上它完全不用 不管是我是躺著 趴著 站著 或者攻著 都沒有問題 都平平欲立 現在穿上來 讓觀眾朋友們來評斷 我們兩個誰比較正 誰比較厲害 妳敢接受這個挑戰嗎 妳確定妳要跟我比 我胸部還是有做過的喔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就是要跟你比 妳這個也可以 我這個好了... 我這個... 我們的尺寸應該差不多啦 等你五分鐘 你好好表現啦 我只能說 攝影哥哥 不要隨便愛上我 我已經離婚 離婚有小孩了 你看我自信 不過真的可以耶 妳看我什麼都可以 而且妳知道嗎 廠後婦女更需要 因為妳的奶就是退了嘛 然後有點外擴 這樣子整個還是可以集中包覆 沒有錯 而且很飽滿之外 重點是它無缸缺 好舒服喔 真的很舒服對不對 妳趕快從家裡的拿出來穿 所以妳這一間賣我啦 不用賣 妳先直接衝一下吧 我跟妳講 不用賣妳姐妹這麼久 我這一間就送妳 妳就能趕快走好不好 送我 對... 我老公要回來了 我跟妳講 我回來了 我跟妳講 我回來了 我也想過 嗎 我這次 給你 我回來了 我 regul在 我從不想 咱們 我 是 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